哈囉 大家好 我是Iris 今天呢就是 已經是11月的倒數第二週了 然後接下來即將要進入 2023年的最後一個月 我覺得我最近的狀態就是 沒有到很好 所以就也藉著這機會想說 好 我們就來拍一支影片 記錄一下 我這個心路歷程 對 就是 我自己遇到挫折或是很混亂的時候 我會怎麼去調適心情 我們現在聊聊近期好了 就是 我在工作上就是沒有到很順利 變成我專注力呢 跟效率都大幅度的下降 可能我以前做事情 我可以做到六七十分的效率 但是就變成說 就算我已經每天落實了 把它寫在小本本的這個習慣 但是計畫還是永遠趕不上變化 然後 這樣的過程會讓我很痛苦 也很挫折 今天的時候就 翻開我的小本本 想說好 來做一個檢討 小小的檢討 然後我就發現呢 我在1月份的時候 寫下了 新年新希望 就我寫了幾個我特別想做的事情 然後呢 我剛剛就也有把一些畫掉 我就覺得 欸我好像今年有做到喔 然後 我已經把一些畫掉了 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寫說 要把工作如期的完成 然後這對我來說 其實蠻難的 因為我是今年才真的開始 自己出來工作 然後其實以前對我來說 工作沒有那麼的難 大家知道我以前可能就是 在照顧小孩 所以其實 用心 你知道用一顆真心 耐心 愛心 基本上就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得很好 就是沒有人逼我要在時間內交稿 沒有客戶的壓力 沒有廠商的壓力 沒有菜男的壓力 在今年呢 我開始 自己工作做得很好 自己工作做得很好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 要在時間內 把工作完成非常的困難 加上 我的工作又比較彈性 比較自由 沒有人會逼你 打卡槍下班 很多事情都要督促自己 然後我覺得呢 就是 這個新年新希望 我算是有 稍稍落實 就是我應該有 朝這個方向邁進 就是已經到11月了 我應該 有慢慢 調整好那個步調 就是工作上呢 我可以在daylight之前 教稿 然後把腳本寫出來 對我來說我覺得 喔我今年算是 有做到了 雖然可以再更好 但是 我們肯定一下自己 接下來 第二個是 學鋼琴 這學鋼琴這件事情呢 我在1月的時候 就把它寫下來 9月10月的時候 我才真的去報名鋼琴課 目前算是有落實 有完成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呢 早睡早起 謝謝完全沒有 我們明年繼續努力 然後第四個是運動 那運動的話呢 我自己是有去報名了 皮拉提斯的課 然後也有再上瑜伽 雖然就是時間上 沒有那麼規律 但是我覺得 稍稍可以把它打一個小小的勾 但我希望我目標是可以 養成一個可能 每天運動或是每週幾運動的習慣 然後接下來 跳舞 我跟你講 這跳舞就是我最不想面對的 如果要說我這一年有沒有上跳舞課的話 就是跟鼓鼓拍片那個SUM嗎 那應該是我唯一 踏進去舞蹈教室 但我覺得就是這個東西 我一直放在心裡 因為我肢體是障礙 然後我就很想要在 2023年有一個小小的挑戰 就是上跳舞課 好巧不巧我在這幾天 就是也有揪到一群可以跟我去上跳舞課的朋友 我們今天就要去上第一堂課 然後會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接下來第六個 要完成的 我2023年的新年新希望 做好IG互動 要記得回留言啊 回訊息等等 今年年末 我已經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 比較完善一點了 就是我不會 有一招沒招的就是 偶爾回下 愛回不回的 就是我可能會在一天裡面 然後空出一段時間 然後回覆大家的訊息跟留言 接下來第七點 寫歌 寫歌的話呢 就是我最近也寫了兩首新歌 有拍MV的那首 也正在錄音當中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我 就是近一兩週最挫折的事情 就是我去錄音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很不願意當壞人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 蛤 溝通好麻煩喔 然後 如果 我表達我真正的想法 我是不是會變成一個 很奇怪的人 對 就是我就會 考慮很多 然後就覺得好 沒關係 就是這件事情就算了 就算了 然後一拖再拖 我可能就會 不特別表達自己的立場跟想法 對 因為就是很怕別人會覺得 我很難搞 怎麼樣的 我這樣的壞習慣 但就是真的是我此生嗎 就是近期第一次真的碰壁 就是這個東西作品交出來 可是我很不滿意 然後不是我要的 然後我努力過很多次 就是溝通很多次 但好像我都沒有真正的去表達自己的想法跟立場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東西的製作過程拉的非常長 這個月 然後才 很認真的跟製作人討論 然後也發現自己唱歌的不足 就是我 嗯 其實唱歌是 不好聽的 對 就是製作人講的比較狠一點 就是他就有說就是 我的音準會飄阿 然後高音的地方很虛阿 這些問題其實我一直以來都知道 可是 最讓我覺得挫折就是 呃我好像很不願意去聽真話 我會下意識的 享受別人的稱讚 就是別人跟我講說 喔你唱的很好阿 直播的時候大家說 這首歌唱的很好聽 我就會覺得 喔OK了OK了 就是 我有做到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想要從60分 再到70 再到80 再更好看能不能往100分邁進 就是這一年來 我的狀態都處在 我可以讓自己跟在60 我就歐咪抖過了 因為就是 其實我的情緒 就是一直都處在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 我可能只要跟到60分 然後只要有一個人打擊到我 我就咻 墜落到谷底 然後我心情就會很不好很不好 可能就會變成負的 我的表現會是負的 我接下來正做之後再爬起來 到60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喔自己好像已經做到60囉 我已經可以回歸正常了 就一直在這個循環下 60 負的 負的再回來 60 就等於說 我在這一年來 我花了好多時間在收拾自己的情緒 結果我覺得我情緒是最重要的 工作能力是第二 但是我花了太多時間在處理情緒 變成說我的工作能力一直都沒有 很大幅度很明顯的進步 這會讓我覺得很難過 就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花了太多時間在挫折 在難過 然後在被安慰 建立自信心 一直重複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然後加上我又是一個 想要朝創作者邁進的人 就是我的目標是 我可以拍影片 然後也可以拍IG 然後我想做的事情非常多 我怎麼可以浪費時間在難過咧 就是每一次都要收拾情緒 我就意識到自己好像沒有那麼堅強 對 就連我這禮拜就是 就是在思考要拍什麼影片的時候 就是 腦袋也是非常混亂的 好像可以拍早餐 好像也可以拍美食 好像也可以拍穿搭 然後我就覺得好 就是我們這禮拜我們就讓自己輕鬆一點 就是我們把節奏啊 腳步再重新踩穩 然後 調整回來 那我們再去想看 看能不能拍出更有趣的影片 對 就會覺得 不要 硬要拍出一支 好像蠻好笑的影片 然後最後成效不好 就是又會被打擊到 趁著今天 這個機會 來沉澱一下心情 今天的工作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今天早上交出了三個腳本 然後 目前兩個已經通過 然後還有一個要重新整理 然後接下來呢 下午就要去跳舞 跳完舞呢 我想說 就是 自己去吃個飯 然後 去外面晃晃 也想要去咖啡廳工作一下 就是把小本本裡面 就是寫很久還沒打夠的事情 一個一個完成 好 我們今天呢就是 不僥倖的重生日 如果 此刻的你 也跟我一樣 感到混亂 我們可以 停下腳步 然後 好好去思考 就是 我們第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 你想要 多做什麼 然後 把這些事情 梳理好 我覺得 這是 對我而言 是可以很快 建立信心的方式 然後 像 我雖然 這禮拜 也很想很想 拍出一支 很厲害的影片 但是 我的選擇就是 拍這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也沒有不好 我等一下第一件事 也是要帶給我阿嬤 因為我已經 很久沒有帶給她 叫 叫叫叫 很久沒有帶給你阿 很久沒有帶給你阿 蛤 我很久沒有帶給你阿 是不是 我知道 我一直在帶你 就說 在等 我再等多喝 喝又卡在那裡 對阿姐 還不記得了 工作太忙 不記得了 對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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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出門跳舞之前呢 要先 把 積欠的 腳本先給出去 因為 預計 明天 就要交出去了 就是我每次 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 想說好吧 我們要開始了 可是 就是 通常我預計的 一個小時內要解決 可是每次 我都會拖到 兩個小時後 我們今天要很有效率的 把這些東西改掉 終於 把工作做完 然後我現在要跟菜男人一起去跳舞了 超期待的 我今天穿的這件衣服 是我的戰利品 上次 我第一去韓國的時候幫我買的 因為我今天是剛好收到那個 Castify 跟Martin Kim送我的手機殼 超可愛的 所以我想說 我就直接 來跟Martin Kim穿搭 我就穿了他們家的高靈 然後跟 背了他們家的包包 有沒有感覺下去 跳舞的感覺 有沒有 我們剛剛已經跳舞完了 我就覺得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耶 雖然就是 看那個影片應該感覺出來 我是裡面進度最落後的一位 但是 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講了很久的挑戰 終於 稍稍有點完成的感覺 然後 老師是說 就是 今天跟明天兩天 會 就是一起 交完一首歌 所以明天其實還會有一天 蔡阿瑋她還有別的工作 然後我說好吧 就是 也很久沒有在家裡附近散散步了 來吃一下 就是我們家這邊還蠻有名的一間 日式 這間居酒屋叫竹村 然後因為它的地點是在 就是 信義區 就是象山這附近 然後 它剛好可以拍到 101 就是一個好像是一個絕佳景點 所以 就是這間店也變得非常的紅 就是很多觀光客人會吃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就是它的 呃 明太子 烤飯堂跟 竹村燒 但我今天一個人應該也沒辦法吃太多 我覺得我最近就是 也遇到一個狀況 因為我跟蔡南就是住在一起嘛 所以就是我們大部分 生活起居 各種 無時無刻 基本上我們都是一起 然後就是 就連跳舞也是一起 然後跟朋友聚會啊 吃宵夜也都是一起 然後就覺得就是 其實還蠻累的 所以 難得 她今天剛好不在 她剛好有事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出來吃個飯 這個烏龍也是 你敲我一人一半 不知道我繼續吃什麼 不習慣 不習慣 吃得好 跟 questioned 好久不見 雪寶 這邊真的超級多外國人 因為大家就是會站在這個地方拍101 推薦大家如果就是有來台北 然後你想要拍101的話 可以來這邊搜尋竹村 他正門口的101還蠻好拍的 好了我要回家了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心情沒有很好的時候 我都會聽這首歌 成修澤的沒關係 如果你現在跟我一樣就是很混沌 可以去聽沒關係 我覺得每次聽完都會有種被安慰的感覺 好的 剛剛本來呢有說就是我想要去個咖啡廳 但是我發現我要剪的三支影片都需要配音 所以我還是決定在家把這件事情處理完 開始配音 我剛剛已經就是剪的差不多了 然後現在就是加上一點音樂 half支 Did you wanna feel like 內用的位子分成2人座位跟ight 內用的位子分成2人座位跟ガ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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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了 如果不是因為要配音的話 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出門工作 因為就是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裡工作 其實就是有點悶悶的 不是很舒服的感覺 在咖啡廳還有一種出去做事情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提得起 提得起就 但我覺得就是在家裡有一個缺點 就是躺在床上還很想睡覺 好累喔 我覺得就是年齡也已經到了收尾的階段 然後歌的話就是要調整的東西 其實還是蠻多的 我就會覺得有一種 一件事情一直停滯不前的感覺 會讓我很焦慮 所以就我也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在調適自己 就是學習去當一個壓期限給別人的人 不然就是變大家做事情都很沒有效率 然後我也會不好意思去要求別人做快點做快點 對 現在已經是今天的不知道第幾次出門了 然後現在要去製作人老師那邊 我剛剛就是有好好把兩支影片剪完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比較輕鬆一點 加油 加油 他剛剛講了一個很感人的 你再講一個 我說謝謝你的長大 因為我今天就拍這支影片來跟大家講說 我最近其實很混亂 但你跟大家說我是不是都沒有哭 對 就是我覺得 不是技術上的長大 就是心靈上的長大 回到這裡 我好像有點不習慣 等一下喔 對 你知道我已經聽了一百次 對 每個霓虹走在人群 是被什麼樣的成功喚醒 被咖啡弄髒的聲聲我無心 我覺得這次的低潮對你來說 好像帶給你很多東西 很多養分 是啊 可是我就會 還不確定這些養分可不可以 讓我有進步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 你已經有了 可是我就會很想要那種看得到的 什麼是看得到的 就是 我都已經講了 你說都已經這樣跟我講了 對啊 但我就是 包含今天 你跟他吵架的時候 嗯 就是你已經不是單方面被他 罵了 因為他也有感受到你的長大 嗯 不知道可能我就會很想要那種 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見的 就是現在可能真的是很輕的朋友 可以感覺到我的進步 可是可能在作品上 或是在IG Youtube上面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讓大家看到 因為這些東西就要慢慢 慢慢做才會慢慢做起來 嗯 有 那你就只是很飢餓 那你自己也知道你有進步是 別人還沒看到 嗯 啊你還沒給人家看 你影片還沒出 阿哥也還沒出 嗯 知道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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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是半夜的兩點了 沒錯 我剛剛又去了咖啡廳 其實我12點多就跟製作人討論完了 但我就想說就是在回家前 還是來個咖啡廳 把今天跟明天這幾天的工作 做先在整理的清楚一點 不然我其實平常可能回家就耍廢 然後隔一間起來就會有一點搞不清楚狀況 可能蔡尾問我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有點錯愕 然後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就先把手上的一些案子阿 然後搞清楚 然後也把一些工作都整理完畢 啊 神經計算 雖然現在已經很晚了 有點不正常 但是因為我 原本就是有打算要拍生意的咖啡廳的推薦 然後也今天把第三間湊齊了 雖然很累 可是有完成就是很多事情的感覺 還蠻好的 太棒了 還好拍這支影片 感覺就是有特別被督促到的感覺 一直在跟大家更新我今天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我現在 然後我現在 要 慢慢的 走回家 我在想有沒有 go share 可以騎 其實呢就是 我最近真的是 蠻混亂的 然後 剛剛跟永晴聊天的時候 就是他也有講嘛 然後 他其實 剛剛在講說 謝謝我成長 的時候 我其實蠻想哭的 對 就是 其實成長是自己的事情 可是 就是身邊的朋友 一直都 非常的照顧我 就是他們好像 都把我 成長這件事情 當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 也是很願意 在我身邊 見證我 一點一點的進步 其實我覺得我 進步的速度就是 真的蠻慢的 然後我覺得 就是 他們算是 很有耐心 就是不管是 音樂方面 可能是永晴 然後 可能在工作方面 可能就是 蔡阿薇嘛 然後 這段時間真的蠻累的 就是 就是 意識到自己的不足 是 最殘忍 也是 最慶幸的事情 就是你發現自己 喔 要進步囉 就是 自己要成長了 然後 最痛苦最痛苦的是 成長的這段路 很慢 就是你已經發現自己 哥沒有辦法唱好 然後 呃 你想要學的東西變多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事情 變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 就是 很小很小的這件事情 會 讓我很慌張 就會覺得說 蛤 就是我已經 25歲了欸 就是 我有沒有辦法 就是 三天的努力 可以立馬被所有的人看見 好像沒有辦法欸 就是你可能 要花三年的時間 努力 別人也不一定會看見 對 然後 就是拍這支影片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呃 我們可能在生活中 都會有一些 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 工作上 生活上 然後 感情上 家人 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在 2023的年末呢 好好的去 檢討自己 然後 我覺得在 11月底的這段時間 先提前意識到自己的問題 好像 好像 2024年的新年新希望 就不會 那麼的 大方向 那麼的渺茫 就是我們很常 2023年 然後在 12月31號的時候 許下 希望明年 減肥成功 希望明年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每次都是許下一些 很空泛的心願 好像有沒有完成 都無所謂的感覺 對 然後 就是在 11月份 先提早 盤點自己 意識到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 我要回家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啊 喜歡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晚安 我要回家了